好 今天不只是馬總統碰到了抗議 行政院長江儀化 今天也在新竹市碰到了 這個教育人員的抗爭 他們在這個參加教育人員 年金改革座談會的時候 江儀化有強調 年金改革不是向外界簡化的 較多零少 否則是沒有人會想要投入這樣的基金 而新竹市的教師高舉海報 就向江儀化表達訴求 他們指出政府績效不張 卻強迫公教人員 為當年的政策負責並不公平 教師舉起海報要讓行政院長江儀化看到 江儀化23號下午到新竹市政府 參加教育人員年金改革座談會 你開放的部分就到這裡為止 雖然是座談會 但不開放媒體參加 新竹市教師會只好在開場前 和中場休息時向江儀化澄清 表達訴求 他們批評政府片面改革 強迫大家接受 並且讓公教人員變成過街老鼠 人人喊打 並不是像外界有時候簡化的這句話 所意味著說 繳得多領得少 彷彿我們平常繳得很多錢 但是退休的時候領到的是一個 已經被貶值過的一個年金 這個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沒有人願意加入年金制度 江儀化強調年金制度改革還沒定案 外界解讀太過簡化 不過有教師認為政府是最大的雇主 卻帶頭削弱公教人員的福利 還要他們承擔以前政策的後果並不公平 是誰應該去有這個給付 真是你政府啊 那為什麼把這個真推到我們說 因為老的領太多了 然後所以因為我們年輕的腳太少 所以大家一起來繳錢吧 然後接下來大家都領得到 怎麼會是這樣呢 這是雇主的責任嗎 可是你居然可以在媒體上這樣子去說 年金制度怎麼改 有教師藉著這場座談會 來向江儀化表達心聲 聯合報張念慈新竹報導 請再舉舉到 請多一點的 請多一點的 請多一點的